我們今天來到中立藝術館來看康佳文老師的畫展 康佳文老師的畫展在中立藝術館展覽檔期是到7月15日 希望大家把握最後時間來多多的觀賞康佳文老師的美麗的畫作 好 這是整個展覽場的佈置情況 包括了各樣的形式的山水畫作品 除了紙的美彩的作品之外 框作品之外 它也有一些瓷器的彩繪 包括這些瓷器的彩繪 很精心 也很下功夫的美輪美幻的作品 真的是琳瑯滿目 這裡也有一些畫作是康老師最鍾愛的 那等一下我們請康老師來介紹一下他創作的理念及特色分享給大家 我們來訪問一下康佳文老師 康佳文老師要介紹他得意的作品 然後我們現在來請康佳文老師來談一談他創作的理念 大家好 這張是我第一次嘗試用259公分的長度做這個大的作品 是今年5月去河歡山看那個杜鵑 那杜鵑盛開 所以想把這個美景畫下來 那我這次有登百月中最矮的一座山 石門山 所以上到石門山看後面山 蟲蟲山 感覺非常壯觀 那我們有在那個武嶺 想把武嶺的那個涼臺畫進來 那畫一些山下看下去的一些房子 台灣的鄉下的場景 然後也畫了台灣的椰子樹 棕櫚樹 這構成一幅259公分寬的大幅的作品 這是一項挑戰 本人覺得 蠻喜歡這幅作品 特別為大家介紹 這一幅是今年2月去北非摩洛哥旅行的時候 我們要從西邊橫跨那個坐遊覽車橫跨到東邊 要經過亞特拉斯山脈 那個山脈有3000多公尺 沿路積雪 你在沙漠中看到積雪這麼深這麼厚 是覺得非常不可惜的 沙漠的地方竟然還會下雪 然後他過了一些下雪地區之後 有一些綠洲 那當地人的穿著 這個是仙人掌的陰影 背影 然後這是當地的那個建築物的特色 也是當地的特色 那回來就 這算是沙漠的山 沙丘 然後回來就創作一幅北非風產這樣子 這是前年去日本東北賞風 那我們是自助旅行 我們是背著兩天一夜的行李 要走11公里 那我們的大行李先用那個快遞寄到下一個景點 然後11公里當中就是沿路會看到溪流小瀑布 我在那邊塑寫有一張小瀑布 就是在當地塑寫的 回來再創作這個大的作品 那整個11公里就是大家沿著那個馬路邊啊 或者進去啊 小溪流邊啊 整個生態保護得非常好 這11公里當中只有一間廁所 它不能破壞這個生態 吃東西只能自己帶著東西這樣吃 沒有賣店 所以他們環境保護得非常好 印象非常深刻 很多台灣人都非常喜愛這個景點 好啊 介紹玄武園嗎 在哪裡 這是澎湖的玄武園 好好 很像 那因為我用色比較大膽 就用一些藍紫色啦 那你現場看到只是玄武園 然後一整排你會覺得 欸 那怎樣把它構造成一幅直幅的小全看 所以我中間下步道 下一些樹叢 然後也近處加一個山丘往那邊看過去 然後把那個整個平的 橫的 那個構圖把它改成直式的構圖 這是台灣的玄武園 澎湖的玄武園 啊 這個是天空之城 這是希臘的天空之城 那時候我去的時候 我才剛開始學畫畫 所以那時候是用塑寫的 然後用毛筆塑寫 這是今年才把它畫成大幅的直式的小全開 那它最有特色的就是 那個教堂是在上面 很壯觀 如果把地標性的東西 就是三層 然後天空之城 那個教堂畫出來 然後我朋友那天 希臘還沒去 但是他一來一看就知道這是希臘的天空之城 我來的地圖跟星陰線 一會兒 但這次有一faced天空之城 我先不是在那邊看的只要有的寒視 你怎麼會有歌人嗎 這是期待的 不是說哇 也有給你們 還是我也有給你